一样用脚踏开关控制 好,我们收到AL130的时候 因为它体积比较大 所以有一部分是我们需要DIY安装一下的 好,那我们会先安装 这一把柴线刀 再来 我们看到主机 这里有一个 第2个机头 这个这个是我们说的主机 这个是第2个副机头 这个是用来推线用的 那 我们收到的时候 需要自己安装一下这个部分 第1个 我们先检查前面的螺丝 就松开 好 那再来就是说 将这两只圆磅 穿过这个洞 两只都穿过去了之后 我们用配件包里面的小刀 这两只的六角扳手 把这里 左右总共四个螺丝 把它固定好 这样一来 我们的这个机身 就能左右移动 然后再来就看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电的符号 那下面这一个孔 就是连接这个电源的 我们把它插上 再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一个马达护盖 好 这样这个马达护盖 就安装完成了 好那基本上它是可以左右 这样轻易的滑动 那我们会固定定期的 在这个滑杆上面 抹一些润滑油 让它保持顺畅 那这一个部分 是我们剂米器的部分 我们使用的小技巧就是 就是 在 要 使用的时候 轻轻的 往后压一点 再压上这个银色的凸钮 让它往前倾 不用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往后搬 好那这个组装的部分 我们就介绍完了 再来转过来介绍正面 如果使用比较大型的卷线器 我们就使用这一个 单把的 L型的 那如果使用中小型的 卷线器 我们使用这个T字型的 那我们今天要示范的卷线器是Pen 13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一支 樓型的单把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示范的卷线器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我们先不管这一个卷线座的高度 高低我们不管 我们先对准 这一个中心 遥臂的中心与这个 残线棒的中心 我们先对准了 那我们把卷线器固定上去 前后都一样 好我们把卷线器固定好了之后 再来剩下就是调整它的高度 好我们用前后这两颗螺丝来调整这卷线器的高度 调整到让它能够置中 这当这个中心对准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安装完成了 再来 我们就要确认我们旋转的方向 这个卷线器是往F方向旋转的 好所以我们这里就要切换到F方向 那再用 我们附的这个橡皮筋 将手把固定上去 好了之后 我们再安装我们的排线座 会有附一个这个螺丝 好然后用这个螺丝 旁边侧边的螺丝来调整我们排线的距离 好OK 那再来就是安装我们的线轮 我们安装这个线轮 有附一只这个六角扳手 那我们可以依照线轮的大小 来安装 固定这个自动做的位置 那像Pen 130磅的这一颗 线 我们可以用这个 夹具盘上面的螺丝 调整到 可以去勾住 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 可以去勾住它 让它100% 再摩擦这个 刹车片 好 调整到我们要的阻力 将这个线对准卷线器的中心 那我们运转后面这一颗 长线的马达 是选择MOTO2 那我们如果要退线的话 会选择MOTO1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长线 选择MOTO2 我们有用这个脚踏开关 来控制 好 那我们将 把线退出 那我们完成缠线了之后 我们要开始把线退出去 就先放松刹车 那先把马达 切到马达1 然后我们有附一个这个导线棒 穿进去之后 一样用脚踏开关控制 就是 那在我们后面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的部分 这里是计数器 好我们将计数器 放上之后 我们计数会显示在这里 开计数器 好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这个线车 来缠线的方式 我们在缠线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两个这个 顶盘 那我们在缠线的时候 是用这个黑色的顶盘 那我们要退线的时候 是用这一个会空转的顶盘 这个要非常注意 那注意 我们在 纺车线背 不管任何的纺车线背 左手或右手 在纺车线背 残线的时候 一定要切换到F方向 不能切换到R向 R向是一个错误的 残线方向 你装上去了之后 会没有办法使用 好那我们就来夹持 一样 我们碰到仿车线背之后 我们先用手稍微调整至中 再 用力的 把这个橡胶压扁 好 那我们安装 这样就安装好了 它的线背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线 调整至中 一样从这里控制好你要的 上线的紧度 将线绑好在 仿车线背上 一样用我们附的这一个导线棒 切换到马达2 开始残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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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們現在已經結束了纏線 我們也不需要用忌米器了 我們現在要如何開始退線 退線的話 我們要記得剛剛說的 要換上白色的這一個頂盤 換上白色這一個頂盤 這個線輪是會空轉的 一樣照剛剛的步驟 頂到了之後 我們稍微用手調整至中 再將這個橡膠壓扁 這個彈簧也要壓縮 鎖緊這一個螺絲 切換到馬達1 用導線棒 手稍微扶著才不會說空轉太快的話 線會跑出來 那我們一樣切換到馬達1 就開始退線了 好,OK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AL130 它的骨式捲線器 殘線還有退線 仿車捲線器 殘線跟退線 在這一個零件 都會移動 零件 中間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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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件